最近我发现我在学习自媒体的过程里面 有一个惊喜的收获 这个惊喜的收获是什么呢 就是我发现通过学习做自媒体一段时间以来 我个人在思考这方面的能力有所提高了 我进入自媒体的大门也是因为疫情的缘故 那时候看到许多和我一样相似的人 他们在网络上面也能做出好的视频 也吸引到一些粉丝 看到别人能做 我当时自己也琢磨 他们能做我也能做 所以也下定决心走进了自媒体创作的大门 但是在进入自媒体创作的这条路上以后 就发现原来要做一个视频 成为一个好的自媒体的创作者 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个自媒体的创作者 我真的觉得可以描述为 要有八般五义样样精通 比如说像制作视频这种例子来说 你要自编自导自演还要自拍 对收音要负责 对灯光要负责 还得再做后期的剪辑 所有的这些你都自己要去兼顾 所以叫样样全能 我觉得在技术方面的这个考验 对我来说还是可以学 也并不是我最大的一个挑战 我最大一个挑战是在做什么内容 而这些内容呢又如何的能够有效率的去表达 给观众让他们能看到一个好的视频 我在制作视频的时候一直在遵循我的导师 他给我的一个指导方向 他说在制作视频的时候啊 一定要说真话说人话 一定要呢遵循自己的这个真实者 自我去制作视频 所以在他的这个指导思想之下 每次我要制作视频的时候 我总会在生活中注意我自己身边的东西 然后把我自己看到的想到的 重新去组织一个我自己啊 想向观众表达的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我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怎么去想这些事情 就等于是学习一样 我注意到了学习到了 然后把它经过思考以后呢 再把它重新跟一些朋友和一些观众呢 说出来跟他们交流 这样的一个学习思考再输出的过程啊 在开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难 因为啊我感到当我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是没有很多的这个心思 只是在感官上面 在情绪上面的一两句话 去感受一下 哎呀我好像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怎么对 但是就没有再去有很多自己的意见 自己的思考在里面 发现在我需要做视频 去真正的找题材 去讲我的故事的时候呢 我个人呢就会对这些我在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呢 特别的注意 注意以后呢 看到了还不仅仅的真的停留在这个 我只是看到只是在感慨一下就算了 而是还不停的就这个感慨呢 就会继续的去深挖 去问自己问题 去思考我为什么会这么想 我为什么会看 这件事是这么看的 为什么他的态度是那样子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就感觉是把我从原来看东西不去思考 而开始呢 就是练习我去自问自答 去思考 去不断的反问自己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发现对很多东西啊 都开始不再仅仅从原来我自己的那种 旧有的原有的一个习惯去看事情 思想上面有改变了 而思考的这个方式方法和角度又不同了 在最近呢 我记得我曾经也做过一个视频 就以这个例子来说 我看到孩子把饭和辣在家里的时候呢 这个习惯呢 是受我的影响的 以前呢 我只是看到他有这段一个习惯 他学到了 这是他的问题 没有去再深思 这个习惯其实是我妈妈做的这个榜样不好 我这个妈妈呢 我应该怎么样为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呢 在我开始做自媒体之前呢 很多时候我是能够接收知识 然后呢像能够听到能够看到 能够知道这些问题事情还有资讯 但是在那个时候啊 所有这些东西在脑子里面呢 是一团乱麻 就像连自己整个人的生活啊 也是非常的迷茫和混乱的 因为我要讲这些故事 因为我要讲我自己的感受 然后我发现呢 我现在能够啊 在我自己这个思考的过程里面 试图把这些乱麻呢 能够抽出一个线头来 然后呢从这个线头里面呢 去表达我个人的一个情感想法 还有我的一个意见 我现在体会到的这种感受啊 好像也并不是非常的稳定 只是一瞬间这样子突然间有时候出现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一种非常欣喜的心态 感觉自己 我怎么会想事情了 我好像会思考了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见